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出十三鱼特邀主题联名设计大师In2One刘宇 哈喽,你好,欢迎你,请坐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十三鱼系列的特邀主题联名设计大师In2One刘宇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十三鱼的直播间 也带来了我和十三鱼的联名款的新品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国富文化 是的,我看大家都在我们的评论区刷你的名字 也感受到了大家非常的热情 那看着小雨你穿汉服的样子 我可以就立刻联想到刚才两个关键词确实说的很对 那小雨,你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和十三鱼合作第一次的联名呢 而且据我所知,你也是参加了关于婚概念主题的设计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嗯,其实之前我有在关注十三鱼嘛 因为他们一直在坚持推广国风文化和传统文化 然后呢,这好,这一次有机会合作 然后我也非常开心 所以这一次联名设计的主题是昆 我们从很多人都是从庄子的逍遥游里了解到这个神兽的 北民有鱼,起名为昆 昆在北海的时候,它其实是一条大鱼可以水积三千里 但是当它要去迁徙到南明的时候呢,就会化身为鹏 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昆鹏之志就是它了 它寄托了古人的豪情,也包含了东方文化里的自由和浪漫 而这也是我对于十三鱼的传承的理解 我觉得小宇真的是知识很渊博,懂得也很多 那我们知道小宇其实不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十三鱼的活动了 之前呢,我们也有一起参加了今年的国风大典 那国风大典的现场,小宇 你也是穿着我们十三鱼的联名的新设计首次亮相 不知道第一次参加国风大典 小宇有没有什么感想 其实虽然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国风大典 但是还是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参加的 所以我觉得国风大典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 推广的宣传传统文化的平台 很多人会通过这场走秀 看到精美的汉服的展示 也会通过看到汉服国风文化有更多的可能 其实这也是我对于自己的一种期望吧 希望能够一直在前行在传承国风文化的这个道路上 能号召更多的人去关注和热爱国风 其实发现传统文化的美好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是的,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崇国风 也喜欢穿国风的服饰 那刚才我们也有听到小宇的感想 确实这次十三鱼在国风大典上 采用了很多创新的表达方式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一段小视频来共同了解一下 九万里 乘风而过 抚看天地 鱼一顺 北民有余 齐鸣为鲲 我也是上海观后的十年悉行万里 是岩泉寺里夜以继日的笔羹不措 是三威山下 遥望莫高的成群墓碑 是千帆过近 却始终不忘来处的声音 是时代更迭 却从未松开的双手 我就是你 通过刚才的那段视频 其实我们也有看到 这次十三鱼在国风大典上做了一些创新的表达 小宇你也是参与其中的 那作为坤主题的开篇 引述了整个故事的开始 那小宇 这次十三鱼的走秀给你留下了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吗 有 有还蛮多的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次十三鱼的整个舞台的创意 坤作为贯穿古今的神兽 通过他的回忆 像串联起了象征着历史人物的一个服饰的展示 也把我们跨越千年的文化故事说了出来 其实特别是故事结尾的时候 当现代的模特角色问到 他就是一直说话的坤 他究竟是谁的时候 其实坤的回答是 他是历史的传承 他也是现在的我们的每一个人 历史和文化其实经过一代人的传承 才延续到今天的 这些东西说起来好像感觉离我们挺远的 但其实它就是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中国人的血脉里 是的 其实听了你的这段讲述 我还蛮有被打动到的 确实就像你所说的那样 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是经过了一代人一代人的传承 才能够存续到今天 而今天的我们也是同样有这个责任 把他们继续传递下去 那今天既然小语你有来到我们十三鱼的直播间 我想问一下 小语第一次来到我们十三鱼的国风直播间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蛮开心像十三鱼这样在走在国风宣扬前面的品牌 可以率先做出一些很多的新的尝试 比如说现在可以通过直播间 以前介绍联名新品的方式和这么多观众 推荐国风文化 其实很创新的一种形式 然后这样的形式也让我感受到自己也很自在的感觉 因为之前也有通过屏幕和大家介绍一些产品的时候 其实很少有这种 像有我们自己骨子里的这种文化的东西存在 所以很自信也很自豪的感觉 是的 就是很骄傲地穿上了有我们自己特色的服装 是的 那小语这次来直播间是不是也给我们带了很多的好礼 那当然了 那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次不仅是有十三鱼的精美定制周边 还会送出我们小语的签名照和联名款服饰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十三鱼的直播间 那我的手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小语的亲笔签名的照片 那稍后呢 我们会通过后台抽奖的方式给大家抽取幸运的朋友 来获得我们的奖品 这一轮一共是抽取三位幸运的朋友啊 来 现在大家只需要把口令刷起来 我们这一轮的抽奖口令是 北名有余 一共是四个字 北名有余刷起来 然后稍后呢我们会请小语来倒数五个数 开始给大家截屏好不好 我们将通过后台截取的方式啊 好 北名有余 等大家一会儿 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们直播间是有大概也一会儿延迟的时间 看到有朋友说拿来吧你啊 好来 现在如果想要抽奖的话 就赶快把口令刷起来咯 北名有余啊 可以其他的先不用刷了 我们先把这一轮的抽奖抽掉啊 大家都在疯狂的夸你 对不对 好 已经有朋友刷起来了 好 来我们请小语倒数 来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北名有余 好 是的 那现在的话我们后台工作人员应该已经 后台已经抽奖完毕了 我也等待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图发给我 好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是这三位姓的朋友 我们可以请摄像老师来切一个静景 来 恭喜这三位姓的朋友 你们获得了我们这一轮小语的亲笔签名照哦 那记得要去联系客服领取你们的奖品 那稍后呢 这张截图也会在13鱼官方微博和13鱼店铺微桃进行公示 没有获奖的朋友 这一轮也不用担心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到大家 同时还会有定制周边等待大家 所以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 那其实刚才有听小语介绍的 说能够感受到你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热爱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呢 联名款一共是有四件衣服 那今天呢 我们也是上线了我们以昆为主题的宣传片 我们可以一起来先通过VCR了解一下 我时常在想 那个游走在心中的身影究竟是什么 水积三千里 是灵感 是东方的宏大浪漫 扶摇直上九万里 是追寻 是齿幅之间的天见地坤 是翻山越岭 始至不渝的幸免 是坤 源于自我的飞跃 打破桎梏 探索壁垒之外的世界 上下求索 找到生命的蜕变 心中有浩芒广雨 不再迷失 变幻 亦可统一 传承 也是发扬 前路浩瀚 未来无垠 坤蓬之至 不知几几千里也 十三鱼 原创华服 新表达 我时常在想 那个游走在心中的身影 究竟是什么 水积三千里 是灵感 是东方的宏大浪漫 扶摇直上九万里 是追寻 是齿幅之间的 天见地坤 是翻山越岭 使之不渝的信念 是坤 源于自我的飞跃 打破桎梏 探索壁垒之外的世界 上下求索 找到生命的蜕变 心中 有浩芒广雨 不再迷失 变幻 亦可统一 传承 也是发扬 前路浩瀚 未来无垠 坤蓬之至 不知 几几千里也 十三鱼 原创华服 新表达 那刚才的那段视频 真的是一种 很有独特的东方美感 和水墨写意的风格 那我觉得小宇 其实你也是非常适合 这种风格 这种意境的 那小宇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视频的拍摄灵感呢 其实当时 这个片子 其实花了很久的时间 而且这个片子 分为两个部分 碧海和青天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视频的两种颜色 和上下两个半圆的画面里面 然后感受到这个创意 其实它就是象征着 大海里的坤 和越出海面 翻山越岭 使之不渝的大棚 两个 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个视频 展示四件衣服 也要讲好坤的故事 所以当时主要是通过 舞蹈动作 来表达每一件衣服 它所传达的一种感受 其中像我穿着千里笑容 那套衣服的时候 整体就是一种 比较大的动作 比较舒展的动作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一些比较帅气的 表达一些酷的呀 然后一些 更有张力的一些动作 所以它是不同的舞蹈风格 所以说其实 小宇在穿每一套服装的时候 也都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然后根据这个服装的特点 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舞蹈 自己的特色在里面 而且刚才也听你说了 对于这个坤的理解 以及这四款衣服 所传递的感受 其实都能够有自己的 一个独到的见解 那相信大家可能 此时此刻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到我们的联名新款了 是的 那这次小宇和十三鱼的联名设计 汉服和国风的服饰都有 那除了有卫衣之外呢 其余的都是男女同款 男生女生都是可以来穿着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挑选 现在天气其实已经逐渐转凉了 是的 包括南方也开始降温了 那我觉得 如果说能够穿上 汗元素的风衣外套和卫衣的话 就会很有特色 很与众不同 是的 而且现在的话 其实它的实穿性和搭配度 也是很高的 大家此时此刻有没有心动 大家都很热情 我看大家一直在刷 说怎么这么好看 太棒了 说好好看啊 是的 确实也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一次的联名 我们一共是有四件衣服 其中一套啊 就是我们小雨现在身上 所穿着的这一套 对 那我们不妨就先从小雨身上的 这一套 开始给大家介绍吧 那这套的话 其实是玄坤 对 我们也将有请出女模 给我们展示一下女生 穿在身上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有请 好 哇 其实女生穿在身上就感觉很萨 是的 也很好看 对很好看 而且我发现 她的这个形式 其实穿在身上还是蛮简约的 是的 但是仔细看呢 又有很多的细节 值得推敲 那小雨 因为你今天就穿的这身衣服来的 对 我觉得你应该是最了解这身衣服的 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没问题 这款衣服呢 它叫玄坤 灵感来自于当坤一跃出海之后 日夜兼程 翻山越岭 想去星之所向的北海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主要是 大家可以看到 用了黑白的一个主色调 象征遨游于天地之间的山鸾 与层云 而且比如说门巾的这个地方 则用了更具有象征性的山鸾 大鱼 祥云和飞鸟的刺绣 所以说非常的好看 是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黑色就是一个很经典的颜色 上面再配有这个金色 就是穿起来感觉很贵气 是的 所以其实小允今天一出场的时候 我立刻就有一种贵公子的感觉在你身上 那我们在这个衣服下面 我看你们两位都是搭配了一个裤腿裤 是的 这个裤腿裤有什么讲究吗 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黑金的搭配 然后这是一套宋制的汉服 裤子的版型 它其实是参考了南宋雅士赵伯云的文物昆 它走起来的时候非常潇洒的 而且这上面的烫金啊 就像是黑夜里的星光一样 非常好看 哇哦 是的 就是很好看 你刚才也说走起来会很好看 是的 你可以稍微给我们展示一下走两步 你看这个其实 它身上有这个烫金的设计 然后如果它走起来的话 前面有光 它在走动的时候 这个光折射到这个烫金的上面 会有这种闪光的存在 我看大家都在夸小语啊 说你是贵公子 说你穿的也太好看了 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跟小语一样 都非常有眼光 你穿也好看 是 你穿也好看 说得很对啊 那而且呢 其实设计感也是非常的足 非常的与众不同 那心动的朋友就千万不要犹豫了 那也感谢我们的女模 谢谢 您可以先休息一下 好 那现在呢 我要再次给大家送上一轮惊喜 这一轮的抽奖呢 同样是通过后台截屏的方式 送出的是十三鱼的定制鼠标垫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一款鼠标垫 谢谢 还蛮大的 来 我来拿吧 好 谢谢 好 来看一下这一款鼠标垫 其实是蛮大的一款鼠标垫的 一共呢 这次是送给五位朋友啊 一共是有五份 好 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刷屏刷起来 我们这一轮的抽奖口令是 明晚八点更多优惠 八的话一定是汉字八 一定是汉字八 明晚八点更多优惠 八个字 确实也很有国风的特色在里面 是的 还有这个是月亮明月 下面是玉兔对不对 非常好看 嗯 哦 是一个中年限定款 十三鱼的中年限定款 是的 来 我们现在口令可以刷起来了 他们有说出来吗 他说什么鼠标垫这么大 可以把你的电脑放在上面 然后呢 鼠标就放在这一块 嗯 你知道吗 他可以把你的整个设备 全部放在上面 来 我看看 哦 看到了 嗯 好 很多朋友刷起来了 其实我们这个鼠标垫上面 其实也是昆 对不对 对 嗯 也是一个坤啊 嗯 那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坤的主题 嗯 好 我看很多朋友都已经刷屏刷起来了 明晚八点更多优惠 那同样的 谢谢小雨 好 那同样的我们将请小雨来倒数五个数 我们通过后台截取的方式 为大家送出奖品 来吧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截屏 好 现在的话我们是后台截屏啊 截屏之后呢 会把这样一个 呃 发到我的手机上来啊 中奖的截图发的 哦 好 已经收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些朋友中奖了 好 给大家展示一下哦 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嗯 好 看一下 好 恭喜这五位朋友获得了我们十三鱼的定制鼠标垫 那稍后呢 这张截图也会在十三鱼官方微博和十三鱼的店铺微讨统一进行公式 没有获得的小伙伴也千万不要灰心了哦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有名额 所以大家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后面还有风衣的外套和汉服展示给大家 另外呢 其他的定制周边和更多的大奖也在等待大家前来参与 好 那其实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 是的 小雨 所以说你要多穿一点 是的 那男方现在也开始降温了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一套风衣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两位模特 看一下他们的上身效果 哇 好好看呀 男生女生啊 有不同的风格穿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 那这一套服装它的名字叫做墨竹生 墨竹生 那亲的名字就有一种很水墨化的感觉 对不对 是的 这套汉元素墨竹生整体是东方水墨艺术的设计风格 风衣呢 它其实是不对称的设计 浅色这边可以看到有竹叶的刺绣和水墨的印花 外面一圈都有织巾的包边 细节其实做的都非常的精致 嗯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因为女生正好在我身边嘛 我就是看着它是特别明显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腰部的设计不是对称的 就还蛮有特色的 是的 腰部这边有一个褶皱 这里的红色也是整套衣服上的点睛之笔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哎 男生这边的话 好像女生这边也有一个抽绳 对 这边抽绳的话 其实会更加的设计起来 会更加有立体感 对 也是刚才小友说的点睛之笔 嗯 那我觉得搭配上腰带的话 其实可以很好的勾勒出腰线 嗯 就会更加显得风度翩翩的 是的 那我觉得其实穿上这样一套衣服的话 拍照也会很好看 那同样的我发现两位也是搭配了一个裤腿裤 嗯 这个裤腿裤有什么讲究吗 感觉版型还挺特殊的 其实在裤子在设计的时候 他参考了宋制合当裤的版型 而且腰间还加了一个青蓝色的飘片 走起来的时候就有那种潇洒如风的感觉 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这个飘片还是可以拆掉的 嗯 那小雨 你平时穿这套衣服的话 你是喜欢加上这个 我得加 我很喜欢这个 因为它很有那种飘飘的感觉嘛 对 你看其实它拆掉之后也是很好看的 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把它也加上 因为这样 但是你看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日常一些 加上的话就会更加飘逸一点 嗯 其实我也喜欢加上它 我感觉更加飘逸 更加好看 是的 也很灵动啊 把这件衣服都穿活了 那其实小雨也是把所有的细节都有列出来给到大家 嗯 这些设计的话 其实都是设计师的小心思在里面 而且我觉得拿了之后和穿上它之后呢 是get了两种穿法 嗯 自己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的 那这套汉元素啊 比起汉服的话呢 会方便很多 但是上身效果都会很好 好 也谢谢两位模特 谢谢 谢谢 可以休息一下 辛苦了 好 我觉得对于好看的衣服啊 很多朋友肯定就想立刻穿上它 然后穿上它之后就是跟朋友分享 出去拍美美的照片 是 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嗯 我知道小雨你自己其实也是有很多汉服的照片 对 都很好看 谢谢 而且呢 在我们的 国风大典期间 小雨也拍摄了很多的汉服大片 嗯 大家都有关注到 而且热度也很高 所以其实在这边正好今天见到你啊 我也想请教一下你 有没有什么增添氛围感的拍照小技巧 可以传授给大家 嗯 其实说到穿着我们汉服或者是国风元素的衣服的时候拍照呢 讲究的是什么 动静结合 哦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 我们这个传统服饰很多都是有一种飘逸的感觉的 其实动起来会更好看 在我们现代的这些设备的拍摄底下 如果抓住一个动态的感觉 哎 你会发现整张照片特别生动 而且很灵动的感觉 这样不仅仅把人物的这种形象感挣托出来 而且更加的把衣服的灵动感也挣托出来 嗯 而且呢 最有意思的是你要会用道具 啊 哎 你说到道具 我们今天正好现场准备了一个道具 是 我觉得应该很搭你这身衣服 是一把油纸伞 嗯 而且后面的风景背景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很配你的这身衣服和这个油纸伞 如果是伞的话 哎 辛苦这身 老师帮我拿一下 谢谢 如果是油纸伞啊 教大家如何去动它 因为在拍照的时候 它这样一把伞 这样开始没有动感的 所以你就要把它转起来 转起来的同时呢 你身体要转 哦 哦 立刻就感觉这个伞在动 人在动 就是你所说的动静结合 衣服也会很飘 对 而且你看裤子上的烫金 它其实也随着这个伞 哦 烫金也会逐渐地转 对 也会露出来 而且光线的折射的 这个光泽度会非常好 如果是拍静景的话 老师可以给个静景 你看 其实如果拍静景的话 你可以用伞的这个边挡住你的半边脸 然后 哇 简直就是画中的古风男子 大家都在夸 说你好贵 好好看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那小语 我刚才发现你在转身的时候 其实是有人先转过去 但是头要回得慢一点是吗 流头甩头 这个如果大家想学的话 还是要下一点功夫的 如果跳不好的话 有可能就转转转就吐了 就蛮难练的 所以 所以你有吐过吗 我小时候练会吐的 就是一直转一直转转 然后转到后来就是 受不了 然后出去吐 吐完之后回来继续转 那 我觉得 刚才你是教大家用道具 但是有时候我们出去 可能想要拍照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道具 没有那么巧 那如果无实物的话 没有道具的话 你会教大家有什么拍照的姿势吗 如果因为你知道 其实我们穿着这样的服饰 然后拍照 我们不能够有太现代的感觉 太现代感觉会破坏这个意境 然后我们拍这种照片的时候 我们不能夜了 不能夜了 然后尽量不看镜头 就比如说 我穿这套衣服 静静在这儿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能是 做一个思考的状态 比如说 我们坐在一个石墩子上面 我们就可能 冥想状 就会有一种 入戏的感觉 在戏中抓拍出来的照片 会比你直接盯着镜头 这样会更有氛围感 就感觉 哪怕是故意的摆拍 但是让人感觉 是无意当中抓拍出来的 很多朋友都说学到了 好的 那我相信大家 也已经get到了很多 小语给我们传递的知识 我觉得大家不妨自己倒是可以去试一试 我觉得轻了这么多 不妨自己也可以穿上这样一套 古风的衣服 去试一试 那当然 大家试了之后 拍了美美的照片之后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博下面分享 可以at我们的官博 好不好 那对于 风衣套装 让主陌生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赶快加购咯 在10月20号 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 我们会准时开启预售 观看我们的直播 把直播间分享给您的朋友 也可以获得优惠券 开卖之后呢 还会有很多优惠 等待着大家 好的 那接下来我要说了这么多啊 我要给大家送福利了 又要给大家来抽奖了 那依旧呢 是后台截屏抽送 本轮是送出五个 也是五个 十三鱼的定制帆布包 来我们看一下 我来 好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制帆布包 哦好漂亮 有很多的刺绣在上面 这个帆布包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以在上面涂颜色 我觉得很有创意 对吧 说得很对 对吧 因为它其实上面 其实勾勒出了一个线条 如果你想在上面加颜色的话 觉得很有自己的创意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看大家都说啊 昆梦尹 都已经看出来了 很厉害 那小宇如果让你背这个帆布包 你会怎么背 我可能就是这样拿着 因为男生 其实如果出门的话 就会简单一点 女生的话 可能选择性会多一点 是的 而且我觉得它很实用 就可以装很多东西 是 这个还蛮大的 而且很有特色 都是刺绣在上面 那如果想要抽到 这个帆布包的朋友呢 也可以把我们的抽奖口令 刷起来 这一轮我们的抽奖口令是 十三于原创国锋 一共是七个字 七个字 十三于原创国锋 七个字刷起来 然后稍后呢 依然是请小宇 倒数五个数 然后我们通过后台 截屏的方式送给大家 好 我们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的口令是 十三于原创国锋 这七个字 好 给等待一下大家 因为可能我们这边 看到的话 也有稍稍一点延迟 是的 好 来朋友们可以口令刷起来 好大的包 还有朋友在说 好 我看到已经有朋友 刷起来了 来 准备吧 我们请小宇 给我们倒数五个数 好的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接屏 好 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 稍后会把中奖名单 发送到我的手机上来 我们来等待一下 在现场给大家公布一下 到底是谁中奖了 那当然没有中奖的朋友 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越到后面 我们的奖品越丰富 后面的话 我们会送 这个签名 签名照 还有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 任意一款 你可以自己去选 你喜欢哪一款 国锋的衣服 任意去选一款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轮五位中奖的朋友 来看一下 好 看到名单了吗 恭喜恭喜 恭喜这五位获奖的小伙伴 你们获得了我们 十三鱼的定制翻补包 那之后呢 也会在十三鱼的官方微博 和十三鱼的店铺微桃 进行公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 没有抽中的朋友 稍后还会有抽奖的机会 所以记得持续锁定 我们的直播间 千万不要走开 后面还有很多丰富的大奖 等待着大家 那我看啊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 对于我们汉服的接纳 热爱程度都越来越高了 那十三鱼呢 其实也是在用自己的设计 回馈每一位顾客的信任和喜爱 现在呢 就要为大家来展示 这一次的联名设计的中心款 说实话 这款中心款真的要特别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超级好看 是的 我刚才在后台的时候还说 为什么不让我穿那套 那套好看啊 是啊 那套很好看 那其实刚才大家在 国风大典的视频和主题宣传片当中 应该也有看到过这套衣服 我们小雨穿了这套千里小窑 是的 那包括我们在刚刚见到拍照技巧的时候 国风大典期间 小雨那套风度翩翩的照片 也是穿了这一件 然后我们将有请模特登场 哇 女生穿是不一样的感觉 是 我就觉得这套超级好看的 是 很好看 好 那感觉这一套啊 比之前的两套 好像要华丽了很多 而且这个渐变的话 是一个渐变的青蓝色 看起来非常温柔的感觉 对 那小雨能给大家来讲解讲解吗 好 这款哈服呢叫千里逍遥 是这次主题的中心款 重中之重 所以不难看出 它会比较华丽一些 然后呢 青蓝色的渐变 像是水天相接的之际 很有那种广阔 缥缈的感觉 外被子和里面的 交领长山的大身上 都有海浪和鳞片的元素 大家可以看 被子这里 其实还有白色飞鸟的刺绣 象征的就是入海为坤 入云为棚的意思 是的 色系很温柔 那有些朋友 可能刚才小雨讲到的我们这个被子 不一定理解是什么 我们模特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这个就是被子 这个就是被子 好 那总体来说的话 这套衣服 我觉得 大部分的女生 应该跟我一样 看到了都会很心动 觉得超级好看 甚至我觉得这套衣服 你收到手之后 你会发现 它可能比直播间里面 你看到的 视频里面看到的 会更加的漂亮 而且设计元素 其实很有气势 完全不突 融合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看到 下面这条褶裙 好像蓝色深一点 对不对 是的 它整体是呈现一种 行云流水 仙气飘飘的感觉 感觉是把 庄子描绘的逍遥 都穿在了身上 哇 我们 女模也可以给大家 转了来展示一下 其实是刚才 我也是在直播间 跟小雨学的 原来可以转着拍照 所以我也想到 让她来转一圈 给大家更好地展示一下 这套衣服的名字 叫做千里逍遥 那我觉得这四个字 真的是非常贴合 这套服装的意境 如果平时出去拍照的话 出片率肯定也是很高的 很好搭 然后到什么样的景象 都会很漂亮 那也谢谢我们的模特 谢谢 谢谢 其实我觉得这套衣服 不仅仅是女生穿 男生穿起来的话 也会很好看 它就是充满了 仙气的一套衣服 喜欢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 今天如果你有喜欢的服装 可以先把它加购 加入到购物车 因为在明天晚上 10月20号的8点钟 会准时开启预售 开卖之后 还会有更多的产品优惠 等待你前来购买 但是记得 不要因为好看 就一下买很多 还是要理性消费的 有心皮试一下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今天的第四波的抽奖 本轮呢 我们会送出五位姓的朋友 送上的是 十三鱼定制香薰炉 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香薰炉 哇 这个很好看 是的 小语都心动了 你看这个制作工 真的非常精美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香薰炉 来我们把这个拿出来看一下 之后呢 里面其实是香薰炉 那我们平时会把自己喜欢的一些香薰啊 都放在这里面 如果说放在家里的话 其实 我觉得就瞬间很有格调 很有情调 我的闻到 我感觉我放进去的那个香味是什么样子呢 它是不是本身也有味道 它本身有一种很有质感的味道 是的 我们的这个香啊 香薰呢 正好就可以从这个盖子镂空的地方 很好地跑出来 而且这个盖子其实也是我们的昆 是的 可以来摄像老师可以切一个镜结好吗 我来看一下这个 也是一个昆啊 在这边 然后非常的精致啊 你看小语看到 说实话 我在彩排的时候看到的话 也是非常喜欢 是 然后小语也很喜欢 确实是真的很好看 小语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会比较喜欢什么香 我平常就是很有质感的香会很喜欢 自己在家其实也会熏香薰吗 对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给大家抽取 就是我们公认的 小语也觉得很好看 我也觉得很好看 我相信收到奖品的朋友 也会觉得很好看的一款香薰炉 那这样的话 我们依然是给大家抽五位啊 五位哦 送上了这款十三鱼的定制香薰炉 那这一轮我们的抽奖口令是 十三鱼流语联名 十三鱼流语联名 七个字 七个字 好 我们小语数学很好 一个算出来是七个字 十三鱼流语联名 一共是七个字 来我们也依然给大家一点时间 来把我们的口令刷起来 有朋友说想要 没有问题 想要的话 现在就口令刷起来 好不好 然后大家还在不断的夸你说 小语好好看 泡澡香薰美美的 这个想法很好 我觉得这位朋友肯定会很会享受生活 是 一边泡澡已经很舒服了 还要闻闻香味 可能会不会一边泡澡一边就睡着了 十三鱼流语联名 很多朋友都已经口令刷起来了 那依然这一轮我们请小语倒数五个数 通过后台截屏的方式给大家送上奖品 好 谢谢 又出 好 有了 来 准备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 好的 现在的话我们后台应该已经抽奖完成了 那我也等待一下后台的工作人员 把最终的这个获奖名单 发到我的手机上来 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当然这一轮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用灰心哦 因为之后的话我们可以任选一套啊 任选一套联名款的服饰给到大家 是最后的抽奖会抽给大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香薰卢获奖名单已经出来了 我们来切一个静景看一下 到底是哪些朋友获得了我们这一轮十三鱼定制香薰卢 那当然之后的话也会在十三鱼官方微博和十三鱼 店铺微桃当中统一进行公示啊 我能看出来小宇也很想要这个香薰卢啊 还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到底是谁获奖了 特意来看了一下啊 其实你可以让工作人员帮你一起刷刷屏 说不你可以中奖 好 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稍后还有大奖等待大家前来参与啊 那可能因为有很多朋友他因为各种原因 穿汉服的时间比较少 但是呢他自己又对国风元素很感兴趣 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是卫衣套装啊 这个大家就不要错过了 我觉得他这个卫衣套装很好搭 是的 同时呢他有国风的设计感又在里面又很日常 好 好我们将请出两位模特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有请 哇好好看耶 真的很好看 嗯那这款卫衣的话呢 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里面是加绒的 加绒的 里面是加绒的 所以说像现在这个季节 包括再冷一点秋冬 再降一点温度 像十几度十来度都是可以穿的 而且单穿 或者你外面再冷一点 叠穿再加一件衣服都会很好看 嗯 其实这个卫衣的名字叫昆梦尹 是假两件的设计 衣服的单侧有一个扇形褶皱的拼接 就会比普通款的卫衣多一些层次感 胸前的这个图案呢 是昆从海中一跃而出的景象 而且女款还添加了蝴蝶的元素 昆越云海 蝶化新生 都是对自己的一种突破 而且这条隔带把传统元素融入现代的创新 参考的是古时候蝶蝶 所以说简单的卫衣也能穿出国风的时尚感 就会非常的出色 嗯 是的 我看到有朋友说加荣好热啊 不热的 哇 你是在哪个城市啊 现在 它是在热带雨林 我觉得正常的 现在这个季节应该已经是需要加荣了 对对 而且就算你所在的城市可能比较热 那总归会降温的 因为现在已经在急剧降温的当中了 你可能再过一个星期啊 过半个月的话呢 就会很冷了 所以其实还是这两套衣服的话很好搭 是的 包括女生的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啊 男生的话又是穿了一个很经典的颜色 其实也很好搭 那刚才其实是有跟大家说到 因为降温了嘛 如果说稍后再冷一点的话呢 建议大家哦 里面可以穿一个内搭里面去配一个 但是呢 你把这件衣服穿在外面 其实这套服装的这些国风元素 也依然可以展示到 也依然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你是很喜欢国风的 那或者呢 再冷一点 你在外面加一套 加一件衣服 或者加一个羽绒背心 也会很好看 那其实我觉得搭配的话 我们今天的模特给大家搭配 就很适合 比如说我们女生搭配了一个靴子 我觉得就很有感觉 就很好看 很时尚的一种感觉 而且其实你来看哦 我们这个胸前的图案 都是很有寓意的 这个寓意就是 突破自己不断成长 很多朋友会说 我要超过自己 其实我觉得 人最难的就是超过自己 那我觉得在穿到这套衣服的时候 也能自己给自己加把劲 突破自己不断成长 而且卫衣的话 相比于汉服的话 会日常很多 对 很适合那些喜欢国风 但是又担心太夸张的小伙伴 好 那是这两套衣服 我们也请两位模特 女生先给我们转一圈展示一下 好的 这个腰带你看 就是穿上之后非常显腰身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男生也给大家转一圈看一下 男生搭一条工装裤 然后搭一个黑色鞋子 整个人的比例会显得非常好 是 而且我发现男生跟女生 这两边手旁边 好像都是有这样一个袋子 其实这个袋子是可以系起来的 是的 可以系起来的 而且包括在这个衣服这边 我们在侧面 其实也是做到了一个开叉的设计 而且开叉设计里面 我们还做到了一个摆折的设计 所有的设计你会发现 从帽子的这样一个拼色 到胸前的图案 再到你看细节方面 我们开叉的设计 其实我觉得开叉的设计 是相比于来说 普通的衣服会包容性更强 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瘦 有一点点微胖 那开叉的话 其实衣服的包容性会更好 也能够穿进去 所以说其实我们十三鱼 在给大家设计服装的时候 也是希望更多 喜欢十三鱼的朋友 能够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 无论你的身高胖瘦 我觉得总有一款 你能够在十三鱼找到 那当然这两款衣服 同样喜欢的朋友 可以抓紧时间 来把它加入到购物车 在明天也就是10月20号 晚上8点钟 会准时的开启预售 包括稍后冷一点的话 你看我们后面 是做到了一个帽子的设计 我们冷一点的话 可以把帽子也戴起来 就会很好看 以上介绍的四款衣服 分别大家可以在左下角 红色购物袋的19 20 21和22号宝贝链接 分别找到它们 好 谢谢两位模特 谢谢 虽然我们的衣服很好看 觉得真的是看了它之后 每一款都想买回家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友情提醒一下大家 理性购物 理性购物 好 接下来又到了 大家非常期待的抽奖环节 最后是小宇给大家 带来的重磅惊喜 但是因为最后的奖品很大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 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 在这个之前 我们想要先给直播间的 各位小伙伴送惊喜 就是和小宇来一个快问快答 我觉得小宇你不要多想 什么是快问快答 就是我问了你问题 你立刻答出来 好 就是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就说什么 好不好 最真实的答案 好 我们来 第一个问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近期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近期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很多 但是说最开心的话 人我想是 哦 想到了 这就是快问快答 知道吗 想到什么说什么 看到了TVC 十三于TVC的那一刻 非常开心 我就觉得哇 整个拍得好好看 然后我就给我妈妈 发过去 她说 哎呀 这视频太好看了吧 我要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去工作了 你知道吗 然后她给我发信息说 哎你知道吗 你发给我的那一刻 我就从那一刻开始 就是看 看到你工作结束 哇 我还在看 真的是爱了 我相信妈妈肯定又把这个视频 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平台 想让别人都来给她点赞 就是很为你感到骄傲 是的 好 这个是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 是不是 因为我相信你可能拍摄的时候 其实换了衣服啊 包括自己加了很多自己的小心思 嗯 结合了自己的元素 所以才能够拍出这么好看的一套 呃 视频 包括刚才其实我们有在直播间给大家播放过这套视频 很多朋友也一直在刷 说一直也 呃 我们也一直在看 很好看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小雨的支持 对于我们十三鱼的支持啊 好 第二个问题 现在穿的这套玄坤 嗯 你觉得最适合跳什么风格的舞 我觉得呃 最适合跳什么风格 我觉得可能像是之前 大家看 无措那个舞台 其实蛮适合那个风格的舞蹈的 其实就像比较 在一个古典的音乐底下 然后又有一种比较刚硬的一个态度的舞蹈 表达一种 桀骜不驯的感觉吧 就可能是比如说像这种就是 哇好酷 很有力量 这种感觉 嗯 嗯 好 刚才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小雨的这段展示 如果想看的话告诉我一下 我来给大家给小雨给大家某个福利好不好 让小雨多展示一点 如果不想看呢我们这一拍就过掉了啊 有没有想继续看的 我可能 有朋友在说跳一下 对跳一下 跳一下好 跳一下 跳一下 真的吗 你认真的吗 跳一下 我给你们跳三下 一二三 本来是跳三下啊 你顺应大家的要求啊 有朋友说了来一段啊 这位朋友说的很精确 来一段 可以吗 你说我口红很 没有 我没有涂口红 我跟你说 这个直播间绝对有 它是设备太好了你知道吗 我肉眼看这条 老师身上这条裙子 它其实是橙色的 但是在直播间里看 它就是深红色 对吧 不要担心 你看你看 大家都看出来说你耍赖啊 不要调 我没有耍赖 让跳就跳 你们让 来说跳几下 跳一下 跳一下 好 那下一个问题啊 下一个问题 小雨 你最近聊天最常用的是哪个表情包 哦 有有有 昨天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 我们播了首唱会对吗 哇 这是表情包 你们回去看 都是你自己的表情包吗 不是 我没有表情包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贡献最大的是 刘章 他的沙僧的造型 然后还有张家元的表情包 回头 你们如果有我们的 WeEcho的那个软件的话 可以从里面看到 很多我们的分享 就是 里面分享表情包 真的是我们自己私底下在沟通 我们今天刚好在沟通专辑嘛 然后我们在群里就会经常发一些图 就我们从网上搜了到的一些表情包 真的是 太好用了 还有林默的那个表情包 就是 那个 哇 那个也好用 你说的我都心动了 我都想现在赶快 放下工作 赶快去搜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 那么有意思 我感觉小语你一边再说 一边都忍不住 就觉得很好玩 很想象 而且你应该是看这个表情包 也看了一整天了 怎么现在还是这样的状态 真的是传神 哇 不管加什么文字 你现在就想 比如说什么 我太想 我太想下班了 这种 就很好玩 就 大家配的文字也特别的切切 是的 那小语 下一个问题咯 上一个看完的电影 或者是电视剧是什么 我自己在家的 看电影的时间 电视剧的时间非常少 我一般都是在飞机上 或者是 车 开车的时候 就会去 在手机里看一下 有没有更新的电影 然后最近让我看的一个电影是 你好李欢音 你好李欢音 哇 很感动 很感人 我就 我一开始就是 以为就是飞机上 就是不太想哭嘛 然后看着看着 眼泪巴达巴达就掉下了 然后空姐过来问说 这位先生你怎么了 你需要纸巾吗 不需要不需要 好 以后电影 以后飞机上都犹豫了 还敢不敢放这个电影 到时候 感人了可能就少看 整个一飞机的人 全都泪流满了面 这趟飞机下来怎么回事 要上新闻了 上热搜了 怎么回事 好 那 接下来一个问题 接下来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的福利 也许 很多朋友 就可以通过这个线索来找到小雨 来偶遇小雨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 小雨 最近 最想去什么地方旅行 哇 这也太难选了吧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 我想去的地方 我都还没有去过呢 因为中国太好玩了 我们之前走中国的时候 其实去了 我们分批去了很多的城市嘛 然后当我去到这个 我们当时的城市的时候 我就会在感叹 真的好美 就中国的一些景色 大家真的要走出去看一看 为什么我们纪录片叫走中国 其实真的是让 想要让大家通过看这个纪录片 让大家走出去 看一看中国大好河山 到底有多么的震撼 其实当我真正身处于那种沙漠当中 然后又在沙漠当中看到一片绿洲 那种视觉冲击是真的给人心灵 带来很大的震撼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走出去看一看 然后呢 也把我们的华服 把我们的汉服 把我们的汉元素 让更多的 让世界的人都看到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是的 好 刚才其实小雨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也有仔细看了一下 直播间的反送 小雨的纯色 确实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粉粉的 但其实我们是有加深一点颜色了 我看你本人其实也很贴近 对吧 你本人的唇色就是粉粉的 没有 展示一下什么都没有 那感觉刚才小雨的这段分享 可能直播结束之后 会被拿出来反反复复的去复习 好 那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今天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 刚才一直跟大家说是重磅惊喜 我们会抽出一位咯 因为是重磅惊喜 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 获得的呢 是我们这一次 十三鱼联名款系列当中的任何一款 也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四款嘛 是的 四款当中你可以任选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款 那稍后呢 你中奖的话 也可以跟客服联系 你要哪一款 你要什么尺码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次还是 非常有诚意的给大家带来这次直播 你可以任选一款 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就很 想要赶快抽中了 想要赶快抽中了 那我可能就会选那套 清理笑容 对吧 很有眼光 我觉得 如果是我中奖 我也会选那套 是吧 因为那套就是还蛮别致的 而且我觉得很多元素在上面 也比较华丽 就很好看 我来问他们最想选哪一套 我想问一下 你们最想选哪一套 你们最想选哪一套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最想选哪一套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不好 看看是不是 跟我们俩想的一样 看看 有朋友在刷了千里逍遥 果然 也有不一样的吧 我觉得 大部分 有朋友说喜欢玄坤 有有有 四套都喜欢 喜欢你穿的这套嘛 对 其实都很好看 是 对 有朋友说 觉得你身上穿的这套好看 对吧 我觉得肯定是爱乌及乌了 是的 你倒是也不谦虚啊 好吧 你说啥 我觉得是 是的 好 来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抽了 来 赶快梳洗我们的口令 我们这一轮的口令 是四个字 云海坤梦 这个坤的话 大家知道是什么坤的 我们的主题坤 好 四个字 云海坤梦 大家可以刷起来 云海坤梦 让我们感受一下 大家的热情 好不好 说不定这一轮 幸运的朋友就是你 中奖的就是你了 好 有朋友在说抽 抽小语 那不行了 油费挺贵 来 朋友们 来赶快 口令刷起来 我看已经有朋友刷起来 那因为这一轮 其实 很多朋友都想抽 是一个众毛大奖 我们也给大家多一点的时间 给大家多一点的时间 来刷这个口令 云海坤梦 好 现在是我这边显示是56分 我们这样吧 统一的等到57分 给大家抽好不好 给大家多一点的机会 来刷口令 还有关注直播间 我看很多朋友刷口令 没有关注 来 先点击屏幕上方的红色按钮 关注一下 我们优先抽给粉丝 好不好 好 没有关注的话 抓紧时间 点击屏幕上方红色按钮 关注一下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依然是 这一轮我们依然是通过 后台截屏的方式 那这一轮的话 我们倒数十个数吧 好 没问题 来准备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截屏 好 来截屏 好 看一下 这一轮 中奖的朋友 是哪位呢 我也等待一下 工作人员 把我们最终 中奖的名单 发给我 我会在现场 给大家公示的 好 那同样的 我们依然是 中奖的名单 出来了 来看一下 真的是一位 来看一下 这一位中奖的朋友 可以切一个镜景 来看一下 来 恭喜你 你获得了我们的大奖 是我们直播间的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四款当中 任意一款联名款的服饰 你可以任选一套 去联系客服 获得你的奖品 当然了 这个中奖的最终的截图名单 我们都会统一的给大家公示在 十三鱼的官方微博和十三鱼店铺微淘 统一进行公示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的名字 来 再次切一下 好 来 恭喜 恭喜 恭喜这位朋友 掌声送给你 好 那 其实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 是 小宇的直播间部分呢 就要到此赞告一个段落 但是其实还蛮舍不得你的 谢谢 想要多留你一会儿 但是呢 还是非常感谢你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分享 也非常感谢你 谢谢 今天能在这么忙碌的工作当中 来到我们十三鱼的直播间 那最后 小宇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粉丝说的 因为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十三鱼的直播间 在这里跟大家讲解我们的联名系列的产品 然后也希望可以和更多的人一起将这份延续千年的美好传承下去 今天也非常感动 我们可以看到弹幕里有这么这么多的喜欢国风文化的朋友们 和我们一起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了解到很多关于我们四套衣服的一些内容 一些特点 其实你们了解到一些也可以学习到一些知识 以后呢也可以讲解给你的朋友听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看就会有收获 希望下次我们可以再见 是的 也非常期待下次能够继续在十三鱼的直播间和小宇再见 华夏复兴衣冠先行 如果说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你也喜欢或者想要了解我们传统服饰文化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十三鱼 之后呢 十三鱼直播间马上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其他好看的汉服和国风服饰 还会有更多的小礼物和优惠 另外呢 今天小宇在现场教给大家的拍照的pose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可以亲自去尝试一下 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咯